歡迎回來Fashion Weekly 今天繼續和大家分享這個禮拜值得留意的潮流時裝資訊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話 Hello 我是David 我和大家分享關於Fashion的內容 有興趣的記得在下面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按旁邊的鐘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看看這個禮拜有什麼Fashion News 我知道大家期待了很久 由著名時裝設計師Christophe Lemire主理的 UNICO支線UNICO U 終於發佈了新一季的系列 今次的2020秋冬系列 除了秉承Christophe Lemire崇尚的簡約風格 亦都帶來很多中性的造型 無論在男裝還是女裝造型上 都可以拿到很多靈感 我很喜歡UNICO U的地方 是它很適合一些 剛剛開始接觸造型打扮的朋友 UNICO U的單品 在剪裁和細節上 往往都是一種高級時裝的元素 今次的男裝 我個人推薦它的闊版 Flanel Shirt和不同的外套款 至於女裝 我覺得它的白色和藍色調都運用得很好 因為UNICO U的用色 都是屬於中性、白搭 馬數有夠齊全 所以建議男生逛街的時候 記得看女裝 女生看男裝 系列一共有39款男裝 38款女裝 和4款配件 預計9月中會上架 當然我都會拍一條開箱片給大家 記得之後留意這個頻道 看完這麼多個優雅簡約的造型 是時候轉一轉風格 因為來自紐約的潮牌Supreme 亦都發佈了2020的秋季系列造型照 按照過往關禮 第一個星期發售的新品 往往是數量最多的一回 一如既往 Supreme在新系列中加入不同藝術家的設計 例如去年逝世的日本畫家 座白俊男的作品就呈現在不同的衣服單品上 除此之外大家一定要留意今季的外套款 特別想提一下這件MA1 Jacket 背部的刺繡上 你會找到香港的特色偽紅招牌 雖然還沒有熱門的經典Supreme Box Logo相關單品出現 不過這件十字架Box Logo Hoodie更加好 另外今次的系列還有很多其他 上裝、副款、配件等等 8月24號上架Supreme官方網站 不想吃炒價的就記得記住日子 另一句要分享的系列來自以工裝風聞名的 Karhart Work in Progress 今次系列充分展現品牌的實用主義 Karhart善用了不同的色系和紋理 打造一個個休閒造型 Lookbook之中可以找到很多品牌的經典單品 飯煲物料、Technical Fabrics等應有盡有 同時Karhart也公開了他們新一季運用的戶外獵裝元素 以迷彩為主的單品 配搭象徵Karhart保護服的Safety Orange 我就覺得今次的女裝造型 有很多地方都是男士們值得參考的 包括這個超級優閒 有少少居家感的白灰色造型 以帽子為造型亮點的手法 以及迷人的暖色系配搭 剛剛過去的星期六已經登場了 大家記得按下方的觀望連結了解更多 喜歡Pokemon的朋友肯定很期待 這個由GU打造的全新合作系列 今次GU的Pokemon Sword & Shield系列 以寵物小精靈第八世代的同名作品為主題 系列中的Gala Region和兩大神獸 Sword & Shield 都有出現在T-shirt上 當然都有比卡超、小火龍和衣貝等等 初代開始就人氣極高的可愛Pokemon 大家可以找到採用雜染技術、拼接效果 或者簡單的單式素T 完整系列按下方的按讚 作為ULICO的妹妹GU的價錢 同樣親民 所有T-shirt款只賣港幣79-99 最後當然有些鞋裡的資訊送給大家 但今次就不是什麼潮牌聯繩 而是來自法國的人氣跑鞋品牌 Hoka One One發布的Team Kit系列 不是1-1 這個系列專為四年一度的奧運打造 雖然2020東京奧運要延期一年舉行 但沒有Hoka One One 如期發布這個限量企劃 設計團隊的靈感除了有法國國旗上的 藍、白、紅、三種顏色 更加在不同的鞋款加上金黃色點綴 當然就是跟奧運的金牌有關 用以表揚運動員在場上追求最高榮耀的決心 系列的五款鞋 包含針對專業長跑和不同高低程度訓練的款式 迎合不同跑手需要 雖然我不是一個很喜歡跑步的人 不過我都被這隊專門針對馬拉松賽事的CarbonX-SPE所吸引 怎樣幫到長跑大家要趴一下問 我只是純粹喜歡它夠漂亮 還有連訓練後的專業拖鞋都出了 叫做Althera Recovery Slide 是不是真的可以幫助復原就不知道 但是夠了口底就真的應該很舒服 想購買Team Kit系列或者了解每一隊鞋有不同的特質 詳情放在下面的連結專欄 Fashion Wiki 又到這裡了 大家還想在這個頻道看到什麼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還未訂閱的 現在在下面 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追蹤我的Instagram 以及分享這條影片給其他有興趣的朋友 又不用錢的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了 拜拜 訂閱我的頻道